大家好,歡迎來到無聊生活紀錄的頻道 這次是第一次在日本自駕遊 想去做一個分享 在日本自駕遊時有什麼需要注意 和香港駕車有什麼分別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不妨給我按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立即開始 我們在福岡下飛機後 找了一個1號線的巴士站 由國際機場回到來陸機場 因為我們租車那裡是紅色牌的 我們問了那裡的職員 我們要去那邊才可以拿到車 所以我們乘了大約15至20分鐘過去 租車公司的職員也有去講解 要什麼保險 又或者講解有什麼需要注意 和我們去辦理一些手續 其實那個時間都用了大約半小時至45分鐘左右 大家也看到我們租了一輛Alfred車 以及都放了這麼多件行李 其實都足夠的 我們大概有700個人去 都是不會說太過逼的 假設如果你們都很多人一起去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一下去租這輛車 車裡面也有一個導航 可以按Menu 然後選擇目的地 然後按電話號碼 再打日本電話號碼 再按Confirm 就可以了 他說操作會不會很難呢 也不會很難的 很簡單的 如果大家都覺得 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都不太適應的時候 都可以開個Google Map的時候去看 除了打電話號碼之外 有些人都會教打那個Mac Code 有兩個方法 看看你們喜歡哪一個 還有有些車的導航都會差一點 這件事大家就要留意 還有一件事 就是開車的時候 它是不讓你隨意地改 所以記得要設定地點 才好去開車 好了到日本交通方面 那裡 我就有幾點想提提大家 記得去的時候 再去看一看當地的交通規則 還有日本的交通燈 好像上面一樣 現在正在展示給大家看 如果去紅色 假設有些燈是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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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所以只要選擇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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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就要看清楚對面的型頭車是否真的過清光 因為在日本那邊其實我們轉左轉右是要看燈的 如果假設上面是有箭嘴指著的方向 我們一定要讓眼燈亮亮的時候才可以過 否則不是普通的眼綠燈的話 我們打著右燈就可以過了 但再提一提大家 如果假設你是綠燈的情況下打著右燈 如果有行人的時候也要行人優先 轉前再看多一次 你的型頭車的時候他們都是會綠燈的 所以一定要先讓直去 然後才到我們去轉彎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否則就會很容易發生交通以外 到時就會很麻煩 其實日本的路牌和地線和香港都是差不多 沒有說差很遠 唯一一樣東西就比較大 分別就是 記住一件事 如果看到有些黃線或者橙線的時候 就不可以去剪線 那這件事大家就要注意 還有日本會經常看到一個 這個圖片 我現在就展示出來 就是一個和中文字 就是停字 那個路牌 道理一樣 如果看到的情況下 大家記得一定要停下來 之後才好 因為在日本那方面 捉這件事就捉得比較嚴 現在展示了這張圖 就是日本的停車場地下的條線 就跟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熟習的地方 一開始會拍得不太好 拍多幾次就沒什麼問題了 大家沿途都能看到日本的風景 是挺漂亮 現在我們其實就去高速公路那邊 接下來就是要講一下高速公路的規則 日本的高速公路 車速主要是80為主 它有時都會關掉電子燈牌的行速標示 如果你看到這個情況下 我就發現到高速公路 很多時就是那輛車走幾快 你跟著大概那個距離 照走都OK 當然 你一開始如果只是走80 其實你看到很多車會不斷地超過 這個也是剛剛開頭 我在日本自駕遊的時候 留意到這個現象 而且我們主要就是走左邊線為主 假設你真的要去爬頭的時候 你才是剪右邊線 然後過了車 然後過完就去左邊 再提一提大家 就是我們都會好像過到 現在影片中的隧道仔 我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把我們的車頭燈變成自動 讓它感應到不夠乾的時候 讓它自動開 那就好過我們自己人手教來教去 因為如果入了黑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開 因為日本的街燈好像不是很密集 所以就很主要靠我們車的燈 去照給對方看 我們的車是在這裡 這樣 除此之外 就是如果真的太黑 你開小燈都看不到的時候 其實我建議你開大頭燈 去射出去 因為它的轉彎位的反光板 是很清晰地告訴你 我現在要轉向左 或者彎入去右邊 這樣 大家就比較會有信心一點 好像容易開一點 如果你說好像平時香港 只是開小燈 其實自己會開得很辛苦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在日本自駕遊的經驗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還有如果我說錯的情況下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下面去糾正我 那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妨給個讚 還有分享 還有訂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